大家好,歡迎收看交通講的影片 來到2024-25年度RPP的第三集 我們會為大家介紹荃灣、葵青和黎島區的路線計畫 荃灣的第一個項目就是九巴三十一號線 吳京、安蔭和石梨 這兩個地方來往荃灣已經有九巴的二三五號線 不過想去荃灣西站的乘客就要額外轉乘 雖然三十一號的確比較迂迴 不過考慮到行車路線 今次的改動似乎只是對石排街 以及由荃灣西站回程的乘客造成較大的影響 接下來提到234A 建議新增由浪翠苑四旗開出的特別班次 既照顧浪翠苑四旗又不影響本來的乘客 但如果青龍頭一帶繼續有發展 都是建議新增一個巴士總站 234A的特別班次完全可以跟234D一樣 延長至青龍頭以服務更多的乘客 另外一條新增特別班次的路線 就是來往荃灣西站和荃景圍的39A 這條路線新增的獨立班次 新增的特別班次就獲獨立編號為39P 由荃威花園經大河到北 突快前往荃灣西站 和兼顧接駁全景圍乘客 往荃灣市中心的39A不同 39P主要為全景圍居民 提供轉駁鐵路的服務 不過在新路線開辦之後 39A用車數量維持不變 到時得丁時段 去荃灣深藏地帶的班次將會減少 相信會有更多的全景圍居民 選小巴落山 話說今年荃灣的路線 就特別熱衷於特別班次 因為40P都有相關的安排 這個特別班次由石任東村開旺觀塘碼頭 走線和正常班次一模一樣 不過有鑑於40P過度迂迴的走線 這條路線60%的客源多來自東北葵 相信今個年度RPP的建議 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 至於43S新增回程 我真的沒什麼好說 北京政府都想加緊發展科技產業 另外全攜星都有全新路線開辦 九巴的49A號線 來往清庫苑和荃灣西站 不過和更早開辦的49M相比 49A就需要繞經長康和長青 而且班次只有20-30分鐘一班 而服務範圍相近的243M需要經過風雪窩路前往長安 相比之下逃經南橋的49A 對青衣南部來說更方便 不過49A和243M大幅重疊 而且風雪窩路沿途 都有不少去荃灣的路線 看來以後這兩條路線 都只剩下一條 有關荃灣RPP的內容 就來到這裡 我們馬上去到葵青區的部分 首先就是被建議取消的九巴31P 31P平均每班車的在下率只有46% 而同時段 主線31M的在下率高達8成 而且31P的走線 除了縮短至石尼商場之外 和31M完全相同 所以對乘客的影響真是弱等於零 老實說 31P只是提供了短途的定點班次 對於疏到31M的乘客都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31P取消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比起之前提到的40P特別班次 似乎石尼商場一帶 就並不是乘客最密集的地帶 今年到RPP的內容還是偏少 其他部分都跟葵青區 今年到全葵青的RPP內容都是偏少 兩個區亦都有不少重疊的部分 而緊接的離島區都比去年少很多 只有8個項目 其中兩項是區內線 而S64X和A33X都分別是妖精航天城和加班 正式的改動首先就是A12在港島的走線 改動後的A12不再經西環的內街 而是由干落到西直接去西水 至於受影響路段 前往機場的乘客就可以選擇更爽的A10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A12明明已經用快速公路離開東區 再特意在西環繞個圈停兩個站 是令人十分廢解的行為 不過在早上繁忙時間 兜過民航處和郭泰城的特別班次就不受影響 與此同時 飛機維修區就繼續有新路線開辦 龍運E36C 來往元朗德業街和飛機維修區 暫定早晚各開一班 經過元朗大馬路 54區、糧田和屯門碼頭 新路線對屯門的居民吸引力較強 尤其54區尚未有E線進駐 相信可以方便由那裏去後勤區的居民 不過屯門區內略顯迂迴的走線 對於元朗居民就沒有線了 畢竟不經屯門的E36明顯更快 而且繁忙時間都有經大嵐隧道的E36S去機場 所以E36C很可能只是靠元朗段的車程 來增加行車旅程而提升收費 接下來就是E42和E42P的重組 E42P將會提升至半全日服務 並且加進東沖第99和100區 E42就會因應E42P的班次增加而減班 與E42相比E42P在沙田服務範圍更廣 相信有助吸引火炭和沙田市中心的乘客 而且E42P的車程比較快 都不收為沙田A線的替代選擇 最後就是東沖區內線37A和37M 為了配合99和100區落城 屆時37A將會延長到那裏 並且提供全日服務 同時37M都不會再走經瑜雅院 預計37A和37M將會成為東沖北 在東沖東站建成之前的主要路線 不過在新車站通車之後 那區的鐵路板接駁巴士路線 完全可以由一條路線包辦 當然全新住宅的六成 又為余巴貢獻了一筆可觀的收入 那關於全葵青和尼島區 今年的RPP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都是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們的節目 下次的影片就是黃大仙 觀塘和西貢區的介紹 敬請期待 多謝收看交通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